她是世界上最阴险的继父 每当看到成熟的女儿都别有用心 总是想找个机会对她下手 女儿已经快被她逼疯了 但她却无可奈何 因为母亲今年早逝 她还有个自闭症的弟弟需要照顾 就在这天晚上 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梦见自己来到弟弟的房间 抓起枕头拼命压在弟弟脸上 她想杀了弟弟 突然 她从噩梦中惊醒 就在她想去房间查看弟弟时 却猛然看到屋子里有只老虎 她瞬间惊恐万分 还来不及弄清楚怎么回事 立刻退回了房间 本打算跳窗逃跑 可一打开窗户彻底傻眼了 窗户都已经被木板封死了 原来今晚有台风 继父早早就派人把门窗都盯死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 但却因为台风的缘故 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她小心翼翼往楼下看 看见老虎正在楼下寻找猎物 这下完了 这好比是困兽油斗的真人版 她来到弟弟房间准备叫醒她 可她掀开被子 弟弟居然不见了 姐姐瞬间就慌了 难不成弟弟已经被老虎吃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壮着胆子来到了楼下 仔细观察老虎的动向 见老虎走开 她果断冲进了洗衣房 然后悄悄拿出手机 准备给继父打电话寻求帮助 但继父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此时的继父正在酒吧里逍遥快活 实在没办法了 她只好先寻找弟弟 她打开门 轻声呼唤弟弟的名字 突然身后传了一声低吼 坏了 那个大家伙离她越来越近了 她赶紧寻找出口 洗衣房里有一道通往外面的门 可惜那道门也被继父给封死了 难道今晚注定要成为老虎的盘中餐吗 无奈她再次躲进了洗衣房 这里也有个窗户 郭永祥也知道 这窗户肯定也被封死了 她找了一把刀 试图撬开木板 等木板出现松动时 她拿起一旁的电运动 拼命地砸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声响惊动了老虎 这下糟了 眼看老虎就要冲进来 于是女人灵机一动 她赶紧爬回了上面的通风管道 却不小心手机掉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 老虎已经破门而入 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突然下面的手机响了 这个来电对于她来说 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可那又怎样 直接被老虎一爪子就踩碎了 此时的女孩已经快要体力不支 老虎也在下面不停地徘徊 她明明闻到了人的味道 却就是找不到人 只见一滴汗水落在了地上 坏了 这一下被老虎发现了 老虎猛地向女孩发起了进攻 她的爪子不停地在往上挠 就在危机时刻 她爆发出了人体的潜能 只见她快速地向上攀爬 在最后一刻 她终于爬出了管道 可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弟弟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 这可把她吓了一跳 原来弟弟还活着 患有自闭症的 她无法与正常人沟通 她赶紧带着弟弟回到了房间 很快 老虎顺着气味就追了过来 那力气实在是大的惊人 房门差点就被她撞碎 女孩赶紧带着弟弟躲进了床下 然后在四周撒下了香水 这样就可以迷惑老虎的嗅觉 果然 老虎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他们 而是在床上踩来踩去 床板被她踩塌 差点就贴在女孩脸上 然而过了一会儿 就没了动静 女孩以为老虎已经走了 可就在她四处观望吃 整张床 瞬间被老虎掀翻 姐弟俩就被压在了床下 老虎不停地撕咬床垫 好在床后面有门 她趁机带着弟弟逃了出去 两人来到了楼下 女孩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盒肉 然后用手搓成了球的形状 再往里面放了点安眠药 扔在客厅的每个角落 本想着老虎吃了以后会昏睡 可没想到 且细一点效果都没有 女孩只好带着弟弟藏进了柜子中 紧接着 老虎又顺着他们的气味追来 透过缝隙看去 女孩吓得浑身发抖 情急之下 她开始疯狂地砸墙 而老虎也在啃食着柜门 木板墙很快被砸开 她赶紧把弟弟送了过去 而就在她自己准备逃跑时 却不小心被老虎抓伤 好在有惊无险 洞口的宽度挡住了老虎的身躯 然后两人立刻逃到了书房 用棒球棍狠狠砸向了窗户 此时她发现外面天已经亮了 接着 她又发现了一盒子弹 就在她翻找枪的同时 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保险单 被保人是她和弟弟 而受益人 写的是继父 这一下 她彻底崩溃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继父的阶谋 继父想杀了他们领取保险金 此时弟弟正若无奇事地念着什么 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的帮助 然而下一秒 女孩找到了一把枪 女孩跟老虎紧一枪之格 但老虎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后面有一把枪正对着她 当女孩抠动扳机的那一刻 没想到第一枪居然是空的 这下惨了 她一边跑一边开着枪 不得不说 这枪法实在是不敢恭维 女孩躲在橱柜下面 趁着老虎跳上灶台时 她迅速点燃了煤气 火苗烧到了老虎的爪子 她赶紧开枪射击 结果却一枪都没打中 然后她逃到了另一个房间 用架子挡住了房门 趁老虎还没有冲进来 她拼命地砸下了木板 不过这一次她终于成功了 只见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在老虎冲进来的那一刻 女孩成功脱离了危险 可她刚上车准备离开 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 坏了 弟弟还在里面 她本打算一个人逃生 但内疚和恐惧涌上心头 慌忙中 车子更是发动不起来 她犹豫了片刻 最终改变了主意 她返回屋子 室内一片狼藉 她焦急而又冷静地寻找着弟弟 还好弟弟没事 她对弟弟说了非常深情的话 两人一路来到了浴室 还做了一个火把来对付老虎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突然老虎就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幸亏手里的火把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虎不敢向他们靠近 她拉着弟弟缓缓向后退去 于是她把目光锁定了冰柜 眼前的情景也只好躲在冰柜里了 来不及多想 她让弟弟先躲进去 然后她看准时机 把手里的火把扔向了老虎 借此机会自己也钻了进去 好在冰柜已经被断电 就这样 两人在冰柜里面待了一整晚 等到天亮 暴风雨也停了 她小心翼翼打开冰柜门 通过一条缝隙 查看老虎是否还在 此时的老虎已经不知去向 她赶紧叫弟弟出来 与此同时 门外的继父打开了大门 她原本以为姐弟俩已经命丧黄泉 这笔保险金肯定非她莫属 可令她意外的是 姐弟俩不仅没有死 而且还活得好好的 继父强装镇定 一边关心他们的情况 一边悄悄关上了房门 看来继父有意要杀了他们 女孩用冰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她 她问继父能不能放他们走 并且保证这事不会透露出去 正当他们僵持时 老虎突然出现 将继父扑倒 饥饿的老虎终于吃到了美食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迟早都是要还的